中国解放军持续骚扰台湾周边空域 传出18号又有军机闯进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而在17号中国派出11架次军机闯进我国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创下8月以来的最多记录 空军立刻广播驱离 派出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并以防空飞弹追踪监视 不过同一天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微博表示 正在台湾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士兵演练 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 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 国军都有充分的掌握以及评估 并且做好各项因应的准备 是因为最近的一个外交上的连番的挫折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他就借了817左右美中建交三公报之一的日期 来宣布这样一个军演 地点跟时间都没有说明 这代表他故意保持一种弹性跟模拟 带着一个心理战的一个状态 学者还认为中国这回军演 是为了把南海内海化 封锁日韩的海上生命线 另一方面也有军事迷在脸书说 共军一架运八电针机和一架运八反潜机 曾直接闯进我国海军操演的靶区上空 甚至盘旋一圈再离开 民间他用了所谓的这个ADSB 就是飞航机的自动广播定位系统 他有一定的那个精准度的那个误差 可能中共的军机 他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 我们宣告的R12的靶区 如果中共真的这样做的话 那就是凸显他 就是一个不专业 而且是危险的一个 挑衅的动作 面对解放军动作不断 陆委会也再次证告北京 使用强权及军事手段 无法解决问题 切勿一再误判情势 应该立即停止对台湾针对性的武力挑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